古时候的人说 女人是油麻菜子命 望着那随风摇曳的黄色花海 阿嬷总会有感而发地说 而妈咪却说 油麻菜子虽然是随风飘散 但是落地后 依然是枝芽茂盛 开花结果 这就是女人的生命韧力 一颗种子就是一个希望 幸福不是天经地义 幸福要用心来经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代之间 妈咪啊 我觉得夫妻之间相处久了 好像就不会或是那些日常的琐事 或是有压力的事情 然后久了以后呢 就会显得有一点乏味耶 这真的是普遍的问题喔 我们说如果没有在生活里面 创造一些乐趣的话 那么相处久了也会觉得平淡无味 那久而久之呢 那么好像感情呢 就会比较疏离喔 对 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状态 应该是夫妻之间要一起找乐子 就是说要找共同的话题 或是兴趣嗜好 那如果有一同的嗜好的话呢 就可以在里面一起成长啊 久而久之也会有一些花火跑出来了 其实呢生活的乐趣呢 可以自己去创造 那么婚姻的经营也是一样啊 如果能够同心经营共同的乐趣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喔 他们是一对夫妻喔 而且结婚已经四十年了 OK 他们共同呢以俗话交心 而且以共同书画行善 让我们来欢迎他们 先生张自强 台中启明学校校长退休 太太陈一芝 台中二中历史美术老师退休 结婚四十年 经常举办书画连展 张校长好 还有校长夫人一芝姐姐好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婚姻呢四十年里面呢 好像艺术呢 是你们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而且听说五十岁之后呢 你们开始有书画连展 是不是校长了来谈谈呢 从第一次展览到现在呢 总共有多少次的展览呢 我们第一次连展是在高雄的图书馆 那还是七零年代 哇 七零年代 现在已经是百年代了 七零年代 是 年过七十二年 七十二年 是 那很久了 那五十岁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我们俩加起来是一百岁嘛 所以我们叫它百灵画展 百灵画展 听说呢校长夫人她特别喜欢画花 对 然后呢你对花也很有研究 那么校长呢常常会为了现在开什么花 有什么特别的花也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呢 那么带着校长夫人呢去写生啊或者是去那边看花 讲起来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绝对不够用 因为它很多了 最精彩的就是 因为台湾早年没有牡丹 对 那我们花花的人怎么可以不画牡丹呢 对 所以说 我后来看到报纸就写说 山林溪有人成功地栽培牡丹 所以我就请他带我到山林溪去 所以他就开车带我去 他就自己带了书去看 然后我就在那边写生和画一整天的时间 嗯 后来 后来有人就说 你们这些国画家都没看过我 我说我们是真正有看过牡丹花了 因为你去那边现场写生又拍照 然后他还帮我每一张照片 我们写上牡丹花的名称 说这个花是什么名字 这个花是什么 那本照片我还常常拿出来参考 哇 这好优秀喔 就是校长这么的天生的浪漫的情怀 你觉得是他本身具有的气质呢 还是因为你的影响 不 他培养了三四十年 还有今天这样 真的吗 怎么培养怎么培养 赶快要分享一下 这太重要了 我跟你讲 这个常常说 敷者天也 因为敷嘛 对 是天字就出头 是不是变成敷嘛 对 他常常说 这是哪儿的画呀 我说我现在是敷是天啊 我说它是盘古啊 哇 你知道盘古是什么吗 盘古在天 开天辟地啊 我说开天辟地辟出来的 但是我很想问哦 就是你们竭梨这么多年 看起来还像是这种热恋的情侣 两个人甜蜜的 这样亲爱的 这个夫妻其实结婚以后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 茶孩子什么的 很难在这么的友情去跟浪漫 你们怎么办到的 其实我在想 我们因为是个大家庭 我跟公公婆婆住 所以可以互相照应 那我们上班的时候呢 公公婆婆就帮我照顾 孩子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 他们两位老人家 如果不是他们两位 这样帮我们做后盾的话 你光是说你讲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不对 对 那你那个琴棋书画 诗酒花怎么办呢 没办法 就没了 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 因为一般如果是大家庭 然后这么多的人 这么多的事 通常就会变成说 很难浪漫的起来 但是反而你们转了一个念头 让大家庭的家庭很健全 所以可以支持你们 在生活上创作上 都还可以浪漫的起来 孩子小的时候说实话是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 可是他也常常会 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生日 或者我们结婚纪念日 什么他都会 准备一些卡片 什么给我打打气 累积了一本厚厚的一个策页 就是说都是他这么多年来送给我的 好像这边有一张卡片 对 这一张就是去郊游 他还背你 是的 我们跟同事一起去自强活动 然后他就背着我 然后把这个照片做了一个卡片 这张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 因为现在我想也不忍心就要背我 不忍心就写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背 定你了 定你了 背定你了 背定你了 对 那是母亲节 母亲节寄给我的 是 那 这个是 他当时买了一个糖给我吃 他把里面 他还写了题词 这还写了一些 就是 什么 大家都送 送这个花就没有意思了 他说送糖 那是庚臣年的情人节 也是十几年前的情人节 对 这张是去年的七夕情人节 他写了一首诗 唸给我们听听吧 他每年都说 每年内 每年亲切也不例外 请你内给大家听吧 校长念给我们听听吧 这个是 有些自我不认 唐草张九龄 他当过宰相 而且是很早是广东人 当宰相 望月怀愿 看到月亮的 想念很远的地方 是一首情诗 他上面写说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愿摇曳 静细起相似 尤其我最喜欢这一句 这整个晚上都相似 灭主灵光灭 疲异绝路子 不堪银首镇 还请孟佳琪 最后一句也很好 我看不到你呢 我只好回到房间里睡觉 需要梦里见面 哇 太浪漫了 其实很多人 都很会写情诗 你们看胡适好像是 很古板的哲学家 他写起情诗非常好 影响不相识 只为相思苦 仔细再思量 情愿相思苦 是不是很浪漫 真的是诗情话一言 如果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很多机会 出国考察或旅游 我都会到各地的 这个书局去找 因为不同的国家 它的设计思维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有的很有特色的 我就偷偷地买了很多 尝起来 今年送生日 这个情人节 明年再送什么 因为不一定能够遇到很好 对对 但是您非常地上心 因为像出国考察 有的时候行程很满 飞来飞去导时差什么 但是您记得 一定要去挑一点 小礼物 有时候在机场也有 或者到书局的 可是我觉得 刚刚我们一直在谈话当中 我觉得 怎么让它可以更多 开发一些浪漫 而且这个浪漫要用在家庭 用在您的身上 好 这很重要 用在家庭跟您身上 对啊 因为就是说 他送我的时候 我就非常地高兴 而且有时候我也会 煮点特别好吃地给他吃 就是说当他每次送我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他 感谢他 而且我也告诉他 我会把你的东西收藏好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动力 就是说他知道我很重视这个 有的有的人就说 看着这个没啥就扮掉了 有的人就是这样 这个这么便宜的东西 你送的便宜 你要送个钻石还差不多 钻件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互相 那么我倒是想要问问 不论是才子佳人 或者是千里马 或是伯乐 总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对 对 好 那么我们听说 张校长是很重效率 那么我们一只姐姐 是比较慢工出气活 好 那么这个吉金峰 漫囊中 如何来解决问题呢 从来没有冲突 那就是根本没有互动 对 没那回事 一定会有意见相左 或者是看法不一致的时候 为了家庭的生活 所所随随的事情 为了孩子的教育 对 尤其还要跟公婆相处 因为家庭大的时候 还有朋友 甚至于一个是蓝 一个是绿 两夫妻 选举的时候 都不讲话了 都有 其实一冲突 最重要就是说 第一个 不能使气 一定要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等到明天 太阳又出来了 你再想一想 没那么严重吧 所以再想一想 再分析 两个坐下来 好好来交换意见 对 但是冷静下来以后呢 冷静一定是 冷静下来 就先不说话了 冷静之后 谁先说话呢 当然是我了 哦 错 是我 男生啊 总是要比较表现风度 先低头就好了 哎呀 这也没什么做 所以没什么面子问题 一下子你 没什么吧 互相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数 谁比较 不讲理的那个人自己 我们自己会反省 所以到底还是 稍微 有时候我们就稍微软化一下 问候一下这样子 我想问一只阿姨 就是夫妻在一起 要能够长长久久的经营婚姻 是 您认为就是说 这个一定要有独立 就是先生要家世独立 是 太太要经济独立 你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吗 你要谈到说 两个人要向我们和平相处 而且能够在一起这么多年 可以还能够保持一个平衡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 做一个先生的人 他就比如说我不在家 或者我出去活动 或者参加什么 那他自己一个人在家 他要会煮点 比如面啊 或者煮点蔬菜汤啊 就是他要能够 自己照顾自己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然他非常依赖的时候 我也走不了 那反过来说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一些 就是说我们要交朋友 或者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消费 我们不能样样都跟老公伸手拿钱 那我们就说 像我 比如说我们化妆品 或者服装 或者其他东西 就生活上的一些 或者跟朋友们互动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女生也要有点收入 这样的话 你不要老跟他伸手 然后彼此间可以保持一个很平衡的关系 那假如说今天是太太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一方面就是说他在家里比较没有地位 对 第二呢 他没有成长 他就说先生可能在外面有很 一直不停地在成长 对对对 他不断地学习 然后跟外面的社会接触 那太太的话 他就是才没有永远在家里 那这个久了以后我觉得 就变黄脸婆了 不但是黄脸婆 而且两个功不为了 讲不到话了 就是说有很多你没有办法谈 不是现在我们两个还有很多可以谈的 比如说他写了字 他会叫我看说 那你觉得我这样书法怎么样 那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 说因为我自己也学过书 我跟他拜过同一个老师 我也学过一些书法 我可以把我的想法跟他讲 那我如果画完 画完话也说 他也会来告诉我 你这怎么样 他因为他也教过这个中国艺术 在大学教过中国艺术欣赏这个课 所以他也可以讲出一个头头是道 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互相佩服 讲白说我们互相佩服 所以就是先生要家事独立 太太要经济独立 太好了 我觉得大灾探 我觉得你刚刚一直在谈到 和平相处找的那个平衡点 比如说经过了结婚了 养儿育女 然后孩子栽培长大了 然后现在退休之后 现在两个人彼此来相处 你觉得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夏长您觉得哪一段时间你觉得是 现在想起来是最有价值的 而且你觉得最喜乐的 我觉得是好像我人生啊 导吃甘蔗 健力佳境 越来越好 其实说起来我童年并不过得很好 环境也不好 但是后来自己很努力啊 慢慢上进念书出国 然后担任行政工作 然后跟内人呢 可以互相扶持啊 那说话 艺术也好 或者唱歌跳舞啊 等等 我觉得越越过越好 而且越珍惜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 其实我跟一半的家庭啊 里面不太一样 我们生活非常简朴 我常常觉得 我在家里啊 过的日子啊 物质上 就是很 最简单 比淡薄 我大概十分钟就给吃上饭了 我饭了九县城 我吃五股饭 然后把汤舀出来 然后加热 把青菜丢下去 我们就这样吃了 所以我的厨房 一定是非常漂亮 很干净 一点油烟都没有 也不炒菜 也不什么的 这样很健康耶 很健康 你之前呢 也很节省 我们吃饭 我常常开玩笑 我说我们是四菜一汤 什么叫四菜一汤呢 就是油锅汤 里面放四种蔬菜 就叫做四菜一汤 对 也蛮风水又简单 那一汁阿姨我想要请问你 您这么喜欢的花花 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 你们的婚姻 你会用哪一种花来形容 真正我想 可以代表我们的婚姻 或者说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对 我觉得野姜花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野姜花 因为很香 而且长在水边 也不用人工栽培 很自然嘛 对自然 很自然 然后开的话白色都很漂亮 同时呢 那个你很远就可以闻到的香气了 后来呢 她还说 她说野姜花还可以吃耶 我说哦是哦 一举一举树的 对 举树的 炸菜可以吃的 好的 可以当菜 对 所以有共同的乐趣里面呢 她们可以谈心可以交心哦 那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呢 但是她们培养那样的墨迹 还有培养那样真心相对待哦 虽然四十年的婚姻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时间的酝酿里面呢 像野姜花一样 可以越沉越香哦 谢谢 谢谢校长 不客气 谢谢老师上你们的节目 妈咪 我觉得今天跟特别来宾的这个访问 实在是太精彩了 让我觉得啊 好赞叹这对夫妻 而且我还学到两个独门秘诀 第一个独门秘诀呢 就是夫妻彼此之间呢 要独立 要有独处的时间 但是又要有共通的话题 或者是兴趣示好 这样子生活才不会流于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样子非常的平淡乏味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更重要的 先生要家世独立 要一起分担家里照顾家庭 那太太的话呢 则是要经济独立 才可以在婚姻里面保有自我 是啊 妈咪还觉得呢 还有相组的智慧 我们要理解 还有包容对方的个性 要学习互相尊重 还有不要赌气 因为常常因为赌气嘛 那么伤害了婚姻的品质了 嗯对 而且我觉得啊 他们让我一个更赞叹的一点 就是让我觉得是 啊 理想中的 夫妻的这个伴侣哦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嗜好 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可以把他的这个工作呢 拿来奉献给社会 像他们一起 化展 意卖 就把这个所得呢 捐献给需要的弱势团体 嗯 所以婚姻经营呢 我们说不容易 其实也不难嘛 就是最重要的 那么要有共同的信念 就是相知 相惜 还有相伴一生哦 嗯 接着我们来看妈妈 教我的事 阿里妈咪 对于茶 她有深刻的体会 对于女儿的教养 也在茶道中养成 风把种子吹到哪里 不论土壤多么贫瘠 油麻菜籽 总是竭尽所能的开枝散叶 随处茂盛 小小的种子 让人看见生命的希望和可能 因为油麻菜籽的启发 妈咪也爱上种子盆栽 在家里许多小角落里 都可以见到 很多种子盆栽的身影 好像呢 把一座座的绿色小森林 都集中到小盆栽里 看到这些生意盎然的新芽 就让人觉得心生喜悦 妈咪这盆植物是什么东西的种子 发芽出来的 这个是妈妈的好朋友家里种的咖啡树 所以这个是咖啡豆 咖啡 咖啡可以种成这个样子 对呀 几乎所有大自然的种子呢 它都可以把它拿来种成一个小棚栽 那么放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 好像一个小小的声音 有利益然 会让你自己的心情觉得很棒 那你猜 你看这些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所吃的火龙果 火龙果 它好可爱哦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叫竹佛 竹佛 竹佛就没有听过 可是好像有看过有人 办公室或是书桌会种一些 像这样绿绿小小的 对呀 想不想学 好啊 好 来 妈 妈 妈 你有没有觉得 造物者真的很神奇 像这样原本掉在地上 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它的一个种子 我们把它带回家 然后放在一个盆栽里面 加一点点土 然后给它一点点水 它每天就会长一点 然后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盆栽 是啊 你看哦 所有的大株梁呢 大大小小的植物呢 它都是从一颗种子呢 开始成长 茁壮 发芽哦 所以一颗种子呢 就是一个希望耶 妈咪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它种进去了吗 这样不行啊 我们要先泡水 泡水 泡水要先吹芽 那这样泡水要泡多久啊 大约是泡七天 土大概铺个八分嘛 当盆栽那里 想要一片森林的感觉的时候呢 就要排密一点 排的方法呢 就是由外而内 铺麦饭时呢 第一个是让它的水分呢 不容易蒸发 再来呢 铺麦饭时呢 就是遮光 水分啊 其实不用太多 我们只要呢 泥土呢 湿润就可以了 那么原则上呢 大概两天就要汁水 有的时候你摸一摸啊 感觉呢 这个泥土好像干干的 那么你就多点它一些水分 所以这样就当高层了吗 对啊 让我们尽心等待生命的诞生 跟着妈咪学种种子盆栽 我仿佛从一颗种子当中 看见生命的希望 在每一颗想要脱可而出的心芽中 都看见生命的力量 它们带给我好多人生启示 也让我明白 万事万物都从一颗种子萌芽开始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